先藍再列,所以這個地方等於什麼呢?先插入一個函數 函數部分的話,我找全部裡面好了,COLUMN COLUMN這個函數就是去抓到你現在儲存格的藍的訊息 他不會管列,他只管藍 所以如果你現在在A藍,反彎回來的話就會是1 這個時候他告訴你,你現在在第一藍 按確定,層上,所以層的話就是串接一個符號 因為這個函數跟字串不能直接串,所以必須再一個串接符號and 串接的話,串接一個row,你可以直接打了 或者是直接從這邊前面再插入函數row,然後小瓜糊 這個row去抓列,所以抓回來也是1,然後and and什麼呢?等號,所以再加一個等號 然後再and,結果 結果的話呢,就是COLUMN去乘上什麼?乘上row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COLUMN乘上row OK,好,打勾,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看有沒有下錯,OK,好,沒有,1乘1 有沒有,如果你這個時候向下的話 你會發現喔,完全不用鎖 為什麼?因為我現在往下對不對 往下的時候呢,這個row會去抓到現在在第幾列 有沒有,所以現在在第9列 那前面是COLUMN嘛,那COLUMN一直都在第A欄 無論你在哪一列,都是A欄 他只管你的欄,不管你的欄 那如果你向右填滿的話,就會怎麼樣? 向右,應該到這個 有沒有,全部做完了 不用鎖定喔,有沒有,為什麼呢? 因為你向右的時候呢,他現在已經在B欄了 所以COLUMN就變成2,有沒有 那這個還是1嘛,所以其實是一個定位的關係 這是第二招,這個也還蠻常用到的 因為如果說你將來 需要取得一些什麼欄跟列的訊息 然後跟什麼什麼什麼地方相乘相加 做計算的話,這也是一個還蠻不錯的一個方式 所以第二種,也是這個地方是用COLUMN跟ROW函數 可以取得相關的一個位置的訊息 並且把它變成一個99成8的表 我想這裡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給他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